大家好,我是赞律师 在疫情下改变了很多生活的常态 越来越多人会用线上订外卖 也会在线上买菜、购物、超市买货等等 在新的生活常态中 也有些法律事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收看这个频道 可以按一下面前这个钟仔 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个星期只要花3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吸收到一些有用、实用的法律小知识 在这个疫情下 很多朋友会多了用线上的服务 包括挨到回、挨外卖、超级市场订货等等 所以造就了一个新的购物常态 而个人的层面也不例外 衍生了很多网上的交易平台 例如很多市民会用一些工具 例如Carracell这些地方 会卖一些用过的产品 但很不幸偶尔我会在法庭 看到一些年轻男女 是因为使用了这些网上的买卖平台 而因此产生一些法律责任 我见过有年轻朋友 试过在这些买卖平台上 卖一些用过的电子产品 可能是电脑、手机、相机等等 亦有卖一些名标 但其实在海关或执法机关警方 在固定一定时在网上掃当一些 卖一些侵缺的物件 而涉案的男事主 因为他在网上卖一只Panerai的手标 我也不记得他在哪里 托这只手标回来 但他再卖出去的时候 就以一个很低的价格 例如千多元 当然他知道这只手标 就不是一只真的手标 不是一个真的Panerai手标 有个买家在平台上 相约了他在外面地质站交收 一交收完之后 就有人把他逮捕 就发现他卖的手标 不是一只正牌的手标 而也曾经有女事主 是因为卖一些手袋 在平台上卖 当然你没可能 卖一个Hairmax的手袋 是千多二千元的 亦是因为约了交收的情况下 被揭发他卖的手袋 是一个侵权货文 而这些案件被带到法院 都会有刑事定罪记录 而这些案件被起诉 不但会有罚款 虽然未至于要去到监禁 如果他是初犯 或者他不是一个职犯 但是也会为他们留下 一个很严重的刑事定罪记录 所以朋友如果用这些网上平台 去进行一些二手买卖的时候 记得留意清楚 你卖的手标、波鞋、名贵手袋 或者一些出名的护肤品的时候 留意你卖出去的东西 会不会是一些侵权的货品 否则的话 就很容易会犯上一个刑事责任 顺带一提 例如好像卖出了一些侵权的物品 最后他是不需要监禁的 但会有一个刑事的定罪记录 而根据这个罪犯的自身条例 在这个定罪的三年之内 当然有人问你 有没有刑事定罪记录 那你要预实声明 但如果过了三年之后 再有人问你 例如你求职 例如你拿Visa 例如你想申请移民 或者报复一些工作的时候 有人再问你有没有刑事定罪记录 那你就可以声称自己没有 而不算是虚假声明 有兴趣了解更多法律知识的 欢迎按一下这个钟 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个星期只要花三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法律知识 多谢各位